机器人用融化的黄金 在男人胸前唠了一个圆圈圈 接着又拿沙伦打磨他的牙齿 再用激光清除了指纹 这就是贩毒组织黄金圈的入会仪式 而黄金圈的头头 就是这个看似温柔的女人 此刻的他正在酝酿一个邪恶的计划 眼前这个寸头哥 便是女人的心腹 为了让计划顺利推动 他们找上了王牌特工组织 而小帅 成为了他们第一个下手的目标 小帅刚出门 就碰到了堵在门口的寸头哥 小帅一个转身 直接就把对方塞进车里 立刻贴身搏斗起来 寸头哥张开自己的机械柄 将子弹全部倒下 紧接着司机就被误伤身亡 车子也因此失控撞上了十吨 寸头哥直接人必分离 飞出了车外 就在这时 寸头哥的志愿赶到现场 好在小帅车记了他 一个飘移 成功跑路 下一秒 他开车跑进树林 启动车子开关 发射炮弹解决了敌人 然后他平住呼吸 将车子倒推进了湖中 作为王牌特工的座驾 这车也不简单 不仅没熄火 居然还能在水底驾驶 小帅在水底驾车 回到了特工基地 成功脱险 但他不知道的是 车里残留的机械臂 却已经悄悄侵入了 特工基地的系统 获取了所有特工的讯息 结果就在第二天晚上 一发发火箭弹 从天而降 整个特工基地都被炸成了废墟 一瞬间 王牌特工队伍之力破碎 而小帅和特工教授梅林 因为正好出门 躲过了这场浩劫 英国的特工只剩下他们两个 要想找出幕后黑手 他们必须寻求帮助 于是两人来到美国 找到了联邦特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还在美国基地里 发现了早已死去的特工哈利 联邦特工表示 上一次的教堂屠杀中 他们发现了奇怪的英国 并在哈利被枪击后赶到了现场 利用最先进的凝胶技术 修复了哈利脑组织的损伤 这才得以保住他的生命 但后遗症就是失忆 现在的哈利面对以前的老友 就像看见陌生人 一点印象都没有 梅林想用灌水法 唤醒哈利的记忆 可随着水流慢慢注入 哈利都已快要窒息 记忆还是没有找回 最后小帅利用一只相机了 哈利死去的爱犬的小狗 终于成功唤醒了他的记忆 虽然偶尔会出现幻觉 武力值也有所下降 但也总是好过失忆的时候 随着特工的深入调查 他们发现叛徒寸头哥 极有可能加入了贩毒组织黄金圈 这个男人得到 比东宾巴基更厉害的机械臂 只见他拿起保龄球轻松一扔 整面墙壁直接砸出大洞 而比机械臂更厉害的是 给他机械臂的女人 他是贩毒组织的老大 人称毒波比 别看他一脸和蔼可亲 人美心善的样子 狠起来 可是能把人丢进绞肉机炸成肉饼 再做成汉堡 直接拿给小弟吞下的蛇蝎美 与此同时 全世界开始有人 在身体上出现了 一道道蓝色的皮疹 而蒙在鼓里的人们 还觉得这是新潮玩意儿 纷纷发在朋友圈炫耀 这也引起了特工们的注意 因为一名美国特工 在今天也长出了同款皮疹 并且陷入了婚礼 联邦特工断定 肯定是毒波比下的毒 可为什么一个贩毒组织 却要让顾客中毒 这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 就在这时 毒波比控制了全球电视 表示中毒者会在几天内 进入四个阶段 先是患上蓝色皮疹 接着病毒进入大脑控制心智 最后全身麻痹 直到死亡 唯一解除的办法 则是利用解药治愈 但要想获得解药 政府就必须让毒品合法化 毒波比和员工也要获得赦免权 否则就会有上百万的人死去 总统也很鸡贼 他立刻答应条件 并把所有患上毒瘾的人关进帖 集中关押在一起 这样一来 国家还能解决一批社会败类 而联邦特工这边 他们通过窃听寸头哥和女友的对话 得知了雪山基地上存有解误剂 随后小帅 哈利 与联邦特工红毒蛇 立即赶往雪山偷出解药 哈利先是打晕监控室守卫 小帅和红毒蛇 则偷偷前进基地内部 伪装成顾客偷出一瓶解药 尽管还是被寸头哥发现 但两人早已坐上缆车逃脱 谁知对方居然能控制缆车 将两人甩得头晕眼花 这时 红毒蛇利用垫边割开锅里 切断了缆绳 接着缆车从雪山上猛的滑下 眼见就要砸到山下疗养院 小帅及时拉出降落伞 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幸运 随后三人在小木屋会合 但就在这时敌军赶来 红毒蛇为了保护小帅 却不慎把解要打翻在地 王牌特工的装备有多高级 红毒蛇掏出高压垫边 转出蓝色动感光波 直接就把人一分为二 一瓶普普通通的香水 却是一枚炸弹 瞬间就能把人炸成人体雕塑 眼看交锋已取得胜利 谁知这时 哈利却把枪指向了红毒蛇 一枪爆头 小帅人都傻掉了 他立刻用凝胶绷带 包住了红毒蛇 念在于哈利的旧情 他隐瞒了红毒蛇的死法 并让其他特工赶来救援 但雪山基地的解毒记忆全被炸毁 为了拯救全世界 他们必须另寻办法 很快 他们就找出了毒波比的老巢 小帅 哈利与梅林立即出发 三人埋伏在老巢外头 谁知小帅却一脚踩中地雷 梅林掏出冰冻喷雾冻结地雷 接着一把推开小帅 自己踩了上去 并让两人抓紧去完成任务 小帅很难过 哈利也向他表示敬礼 眼见自己活不了 梅林大声歌唱 将守卫全都引过来 愤怒的小帅和哈利两人 立即发起进攻 他们打开防弹雨伞挡下炮 接着拿手提箱机关枪一顿猛射 再切换成火箭弹模式 直接堵住炮兵炮口 这时机器人举着榴弹出现 眼见小帅要被命中 哈利立马用雨伞射出缆绳 将榴弹抛了回去 解决这些后 两人进到总部 寸头哥带着解药箱逃离 小帅连忙冲上去追 而毒波比则派出机械狗 来对付哈利 面对装上强劲机械臂的寸头哥 小帅自然是落在下风 尽管被打得够强 但他还是利用小天才手表 黑入了机械臂 这才得以成功制服对方拿到解药箱 哈利这边被机械狗逼到美容室 他抬头看到一锅融化的黄金 直接就倒了上去 此时反派大boss毒波比 以无计可施 只要逼他说出解药箱的密码 就能拯救全人类 见毒波比不服从 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将他研发的毒药 注射进他的体内 毒波比开始犯迷惑 直接就说出了密码 最后他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手上 两人刚想打开解药箱 谁知成功康复的红毒蛇 却用垫鞭套住了哈利 原来他的妻子曾被毒贩杀害 自此都很痛恨染毒者 所以他才不想 拯救那披染上毒瘾的人 果然王牌特工还是老得烂 之前就察觉到红毒蛇的不对劲 紧接着哈利给小帅使了眼色 两人立即反击 最后一番配合下 红毒蛇被丢进绞肉机 直接变成肉泥 解毒计也成功送往世界各地 全人类再次得以拯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王牌特工黄金圈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